體重指標 BMI 計算方法就是 體重除新高二次方 根據計算出來的BMI 分成四組 第一組是略壽 BMI是10至20 女生是10至19 第二組是20至25 第三組是25至30 這個program 至少有兩個輸入 輸入體重新高 然後我們再根據上面的公式去計算BMI 第幾組和健康狀況 所以這個program 我們需要記多個變數 第一個是group 另外上面的BMI 體重新高 最後一個是性別 而變數的種類 group是整數 另外其餘的三個 是小數 所謂float 而最後一個變數 是裝性別的m 或者f 所謂char program 大致上是這樣的 有一個do wow 不停地做 我們首先把健康狀況的資料 引出來 然後輸入體重新高 計算BMI 最後決定第幾組 和印回健康狀況 是略守 因為正常 把BMI的table 印出來 用printf 接著我們可以 問User 叫User輸入體重新高 方法就是用scanf 這兩個是小數 所以percentf 就入了體重和新高 最後問了 就是它的性別 因為這個是x 所以percentc 是2 User輸入了三個資料 之後我們可以 幫它計算BMI 看重 除身高2次方 把它print出來 印出來 如果是gender等於m 如果是男生 就有個計算方法 就是BMI小過20 就group等於1 否則的話 如果BMI小過25 就group等於2 3 或者4 至於女生 數字有少許分別 就不是20、25 就是19、24 決定了group之後 根據group 就可以決定印什麼字 group是1的話 就印略守 group是2 就是printf標準 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group等於1 做比較 用兩個等於 另外這個 gender等於m 都是兩個等於 但如果我們放數字 在group 就放1 放2 放3 那就用1等於